做完,听师傅说,最近科学家对宇宙的起源是由一个巨小的原点爆炸而成, 于是说这是宇宙的森罗万象,是五种森友。 这一论断是否尤为宇宙的万似万无,都是因果现象的因果律。 从英国律上来讲,不违反,但是这个是最近美国太空总署发布的这个讯息, 那么我们有同修,把他这个论文翻译出来跟我看。 我们在晓得这是最近说的这三桩事情, 一个就是时间空间是不存在的,是虚幻不实的, 在某一种条件之下,空间跟时间都得临, 这跟佛经上说的相应。 另外一个呢,就是这个物质,物质现象是无中森友, 这是从前没有人说过的, 这个说法跟佛法说的相同, 这个佛法讲的是这物质,就是相分, 阿赖耶的相分, 这是空呢,那是阿赖耶的自证分, 它的名词叫自证分, 自证分不是物质, 一般大臣里面讲的是真如本性, 华严经里面讲, 唯心所信,唯时所变, 华严经上讲的这个心, 唯心所信, 这个心就是相中讲的阿赖耶的自证分, 物质是从那里变现出来的, 真的是无中森友, 但是变现出来之后是长那生命, 我们今天所感受的这个物质的现象是相去相, 所以金刚经上讲的, 如露一如地, 它的真相长那生命, 我们看到是相去相, 真相你决定看不到, 这个我说的很多, 那个真相, 那个生命的速度, 我们没办法想象, 这佛经常讲不可思议, 那是真相, 我在华严里面讲这个问题, 讲了很多, 讲了有十几个小时, 生命的速度, 我所说的这个速度大概是亿万分之一秒, 这个生命的速度, 亿万分之一秒, 那么这个佛在人往薄弱经上讲的, 那是方便数, 那不是真实数, 他说是一坛值六十刹那, 一刹那九百生命, 那用他这个说法的时候, 他这个疫苗中, 还没有超过三十万, 一秒钟不能超过三十万, 那个生命的速度的时候, 还赶了上光, 那光还比他更快, 更快速, 所以我们晓得那是世尊的方便数, 你明白这个道理, 你就晓得整个宇宙, 真正是佛形容梦幻泡营, 晓得是梦幻泡营, 你先去定吧, 那个变是变, 实就是妄想分别执着, 妄想分别执着, 在那里转变, 在那里改变, 所以有一阵法界, 有色法界, 色法界一阵状炎, 都是这个妄想分别执着, 变现出来, 不是真的, 你在这个里面分别计较执着, 自找苦吃, 离开妄想分别执着, 你才见到真相, 那个真相, 一阵法界, 你才过正常的生活, 只要有妄想分别执着, 你过的这个生活不正常, 这不正常就苦, 不但六道苦, 色法界多, 只是四圣法界, 它的苦比我们六道轻, 六道之苦非常严重, 妄想执着越深, 就越苦, 妄想执着越淡, 苦就轻一点, 就这种药道理, 到这个高级的菩萨, 佛法里面常讲, 八地以上, 真的, 只有乐没有苦, 八地以上, 这一种事情, 实在讲太难了, 我们根本就做不到, 但是, 阿弥陀佛是在太慈悲, 他给我们开了方便之门,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, 待业往生, 待业上, 你的妄想分别执着, 没有端, 没有端业心, 到极乐世界去, 只有这一条路, 那八万四千法门, 只有这一门, 叫待业往生, 生到极乐世界, 是生凡胜通俱徒, 我们这个地方, 是释迦摩尼佛的凡胜通俱徒, 到极乐世界, 我们还是凡胜通俱徒, 但是极乐世界的凡胜通俱徒, 跟这的凡胜通俱徒, 不一样, 他那个地方的凡胜通俱徒, 里面的受用, 就跟八地菩萨一样, 你看经上讲, 生到极乐世界, 介绍阿维悦志, 阿维悦志是八地菩萨, 这个很不可思议, 所以这个法门叫男性之法, 妄想分别执着不断, 那你也能够成功, 谁能相信呢? 那这是什么原因? 佛在镜上讲, 这个里面的原因, 道理是为佛与佛, 方能究竟, 等着菩萨也搞不清楚, 所以我们不要去问, 那是什么原因, 我们只要信, 深信不疑, 到极乐世界, 你再去问阿弥陀佛, 他就会告诉你, 这个方法好, 所以现在只有信, 一丝毫怀疑都没有, 我们看到许多能信的人, 不怀疑的人, 你看他们都往上, 走的瑞相那么好, 这我们亲眼看到的, 这一点都不假了, 这个事情不能瞒人的, 不能欺骗人的, 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, 一定要放心, 放下就自在啊, 你不放下, 你就哭啊。